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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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給他們一次掌聲好嗎 太棒了 今天很high 今天很high 他們今天能夠為了進去講 為了我在一起這個舞台上 真的非常感動 做一輩子的音樂人 我並不是為了要創造什麼紀錄 而是希望讓所有人 能夠感受到音樂帶來的喜樂 無論我們是哪一項樂器的專項音樂人 只要我們用心的耕耘是會被肯定的 台灣的節奏是什麼 有一個人他的鼓聲 每一個台灣人都聽過 他錄音過的曲子超過十萬首 大家心中的金曲 一樣的願望 再回首 酒後的心聲 明天會更好 通通都是他的節奏 他的鼓 從當年十七歲入行 一直敲到當阿公的今天 仍然在為華語音樂貢獻 他的鼓從俱樂部開始 打進了電視台 打進了錄音室 甚至連國家音樂廳也被他打進去了 當年我們的音樂交付李中盛 在他面前是個買便當的小弟 當年我們的音樂精靈黃韻玲 在他面前彈琴緊張到手指會發抖 現今華語音樂圈所有閃亮的星星 通通通都喊他一聲黃老師 他是鼓手 但遠遠不只是個鼓手 他的才華在經典的年代 寫出了洪榮洪的 曼聖塔高聖美的思念在語記 他的熱情在當今的樂壇 提起出一代又一代晉級的鼓手 用被他啟發的節奏 來為華語音樂定牌 台灣的節奏是什麼 我想就是台灣鼓王黃瑞鋒 是鼓手界的天才 剛剛在後台有人告訴我說 在台下做了很多演藝界的 我的好朋友們 老朋友們 歡迎我呀 大家好久不見 台灣鼓王黃瑞鋒 黃老師 是鼓手界的天才 音樂界的長青樹 唱片界的神級人物 欣賞他的表演 讓我們所有人都看得目瞪口呆 探偽觀知 從我的第一張專輯 《孤獨之旅愛我》開始 有幸邀請黃老師加入我的音樂旅程 到如今我們合作了二十多張專輯 兩百多首歌 他幫我打了兩百多首歌 七十多場我的個人演唱會 就在五天前 我們還合作了一場 小型的我的個人演唱會 我還記得 有一年我們短短的一百天之內 我們合作了四十場的個人演唱會 我們形影不離 我們形影不離 一師一友 建立了很深厚很深厚的情感 他是我的超級偶像 更是 我是他的粉絲 頭號粉絲 常常跟他說 把他的那些豐功偉業 申請世界紀錄 他笑著 總是跟我很 很含蓄的 很勉腆的 笑著跟我說 順其自然 順其自然 這就是我認識的 黃瑞峰 黃老師 他的造詞 是那麼的不可思議 但是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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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謙虛 我加入歌壇 三十六年 在這個晚上 我能夠代表 音樂界的同仁 把金曲獎 特別貢獻獎 從我的手中 獻給黃老師 對我來說 是我的音樂生涯裡 最重要 最有意義的一件事情 更是我無上的榮耀 接下來 有八位鼓手 他們來自不同的樂團 但相同的是 他們的鼓 全部都是傳承自黃瑞峰老師 今晚他們即將首度 公開同臺 為各位帶來 登峰造集 第五位 OK 即可 第一次 中原來 其中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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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紅葉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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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想先讲一件事情 刚刚姜哥说李宗盛是个买便当的小弟 黄泉盛看到我所谓花斗 现在正好相反相反相反 我看到李宗盛要立正 看到黄泉盛 董事长要花斗 太棒了 太棒了 谢谢 谢谢姜哥 谢谢 能由姜哥的手上领到这个奖 我特别的感谢 姜哥是一位非常照顾乐手的艺人 也是我最值得尊敬的一位歌手 姜哥帮助过很多 非常感谢姜哥 非常谢谢 谢谢你 我再谢谢你了 非常感谢主办单位 这次安排了姜云恒 姜哥的领这个奖给我 特别感谢 特别感谢 谢谢 首先我想谢谢文化部长 影视局长 以及金曲奖评审委员们 谢谢你们给予我的肯定 谢谢 我要谢谢台湾流行音乐产业技术 发展学会的提名 才让我有这个机会站在这儿 蔡克俊理事长 周恒义秘书长 还有吕胜回 即将上任的执行长 非常感谢你们 谢谢 我也要谢谢台市 谢谢金曲奖制作团队 以及所有为我而忙碌的工作人员们 非常感谢你们 我想说的是现在 刚刚这段影片 包括我自己 一共九位鼓手一起合奏 这真的是台湾前所未有的一件事情 我也想谢谢这八位 在音乐圈发光发热的 优秀的年轻鼓手们 请再给他们一次掌声好吗 太棒了 今天很high 今天很high 他们今天能够为了金曲奖 为了我在一起这个舞台上 真的非常感动 刚刚看了自己的影片 感触非常的深 记得我在小的时候 我常常记住在屏东的外婆家 谢谢我在屏东的舅舅 和我的舅妈 在小的时候 非常的照顾我 小时候我在屏东的时候 我经常看到 在有一般的庙会里面的 南腔北调布袋戏 歌仔戏 皮影戏 还有评剧等 这些庙会的音乐 在台湾的民俗音乐里面 长期浓露了在我的音乐脑海里 有时候回想起来 好像这是一个上辈子的事情 我从来没有想过 入这一行五十年以来 能拿到这一个奖 记得我爸爸给了我一把其他 在我八岁的时候 他跟我妈妈说 看这个小孩在担保有天分 那时候我不知道 什么叫做天分 我听不懂 我想要跟我听伤的爸爸妈妈说 我有这个天分都是你们的 谢谢 在我十岁那一年 他送我到屏东 于中正德老师 学习 我们说的就是 然后我那时候 开始学习古典吉他 还有民俗吉他 还有演歌等等 还有Flamingo 等等 这些成就都是 我的是大人乎我的 特别感谢当年 我也特别感谢当年的吴天筹老师 在我十四岁那一年 迎我入行 在乐团里面担任bandboy 所以我的外号叫bandboy 那段实习是影响我最深刻的一段时间 也要特别感谢高雄的张忠明老师 推荐我到台北的喜丽门餐厅 和张毅 还有萨西米老师一起合作 步入了另一个阶段的音乐的演奏 非常感谢他们 后来张毅老师呢 带了我到台中元帅俱乐部 以及台中清泉钢美军俱乐部 认识了台中的Tommy团长 才有今天的我 我非常感谢Tommy老师 也张毅老师跟张中敏老师 我也要谢谢翁清熙老师 永远记得那一年 翁老师委托张生熙老师呢 特地到高雄找我的父亲 说服了我爸爸 才能让我从高雄来到台北 担任台式乐团的鼓手 那时候在1973年的时候 华语歌曲最辉煌的年代 造就了现在的我 我必须要感谢几位当时的音乐家们 李太祥 温荣信 陈阳 张弘毅 林国雄 柯东强 刘青池 邱方德 以及纪敏阳 还有我最尊敬的陈志源老师 还有所有的老师们 感谢他们让我有机会在录音室 开启我人生音乐的第二个阶段 永远感念我的老战友们 陈志源 郭中嫂 MASA邮政院 陈玉利 一起为华语打拼那么多年 我们共同创造了华语 风华的年代 也谢谢曾经一起录制过 多数的闽南语专辑的所有战友们 我们永远难忘这段志气 在音乐这条路上 遇过太多太多的挫折 我常常在这样的环境中 立刻要能够适应的环境 接着又下一个阶段的挑战 这些个挫败都成为我 音乐路上的每一滴的养分 而我人生中最遗憾的一件事情 就是 这是很突然发生的事情 记得那一年 应该是2000年的时候 我在国家音乐厅举行 我的30周年音乐会 当时我父亲离开了我 我却无法待在他的身边 我母亲去世的时候 记得我捧着她的牌位 回到台北 当晚我就收拾了我心理 我收拾了我心情 马上回到露音室的工作岗位上 这是我这一辈子 无法忘记的一件伤痛 现在获得这份荣誉 我要献给在田之林 我的父母亲 这些都是你们一期晚 给我听说 感谢 我还要感谢的人真的很多 包括所有参加过 或许参与过 合作过的唱片公司 唱片制作人 还有录音室 录音师 流行乐 爵士乐 跨界音乐 古典音乐 交响乐 国乐团 国外的知名音乐家们 还有所有多位优秀的编曲家 现代的新生 新生代的编曲家们 这一路上曾经合作过 以及持续 现在还持续跟我一起合作的音乐家们 非常感谢你们 都是有你们的关系 才有今天的我 最后我要谢谢我所有的家人 和我最亲爱的太太 谢谢你们 孩子都照顾得很好 让我后顾之忧 专心在音乐的岗位上 做一辈子的音乐人 我并不是为了要创造什么记录 而是希望让所有人 能够感受到音乐带来的喜悦 无论我们是哪一项乐器的专项音乐人 只要我们用心的耕耘 是会被肯定的 我想各位也是有同感 这个奖代表我收到的肯定 所以我要献给每一位努力的音乐人 我仍然还在学习当中 请大家不要放弃 我们共同一起为台湾音乐加油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谢谢 我们恭喜黄老师 也谢谢江玉恒大哥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嘉宜 金曲三一锁定台式 我们有更多独家精彩的幕后花絮 除了打开电视之外 也欢迎大家到YouTube搜寻 台式新闻金曲三一幕后花絮 不要忘了按赞订阅 还要开启小铃铛 我们在YouTube等你哦